西蒙斯换詹姆斯 人家不能干 詹姆斯多大税数 现在这个詹姆斯 这个修人也看明白了 这詹姆斯 他也没什么突破差场力了 当下竞技状态呢 有点掉档了 人能跟你换吗 本西蒙斯现在挺值钱的 看没看到 说的话费增修人呢 下个阶段 他到底想要动谁 现在都不一定了 斯东安比德呀 还动西蒙斯呀 那有可能西蒙斯曾经 或者说未来 成为修人队 今后建设方向当中 主要的五号位人选了 那他一下就转型了 我之前就讲过 本西蒙斯呢 他面前的这几条道呢 相对来说 选择比较清零 他不是字母哥 因为什么不是字母哥呢 字母哥如果说 真正转化为五号位的话 他一下没前途了 因为你转化成五号位的话 字母哥 他就永远也兑现不出 两届MVP级别的赛场影响力了 转化成五号位呀 你转上五号位 你的所有优势 在五号位这个位置上 你就兑现不了 这种层次得期待了 但是本西蒙斯呢 他转型那会我就讲过 他哪怕不练投射 他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 我开始呢 转型成五号位 或者说四号位 我一旦这么转的话 没有栏呢 我凭借过应对天赋 以及支配球能力 我当个德拉蒙德格林 轻轻松手 这就是本西蒙斯 他就未来处入 我实在不行 我当格林 而且进攻段这块呢 我打四号位 或者五号位 比格林有威胁多了 我面筐磨 勒布朗 扎姆斯一样 我这个体型 我这个速率 从此之外呢 第一位被神难打 我真说打错位的话 见谁吃谁 所以本西蒙斯呢 他就有这方面有失 他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转型 因为外界对我的要求 不是两架MVP 我只要说兑现出 我当年基本上状元级别的 外界基本期待就够了 我不一定成为历史级军型 我只要在党下联盟当中 我攻守两端都有作为 常年成为全民型 我就算是兑现了 早些年70人 选我的这种期望了 所以本西蒙斯 他有很多这个转型的方向 一旦转型呢 外界诟病就会为止降低 不练篮咋的 对不对 我五号位 我一个卡皮拉 你让我练什么篮 我一个德拉文德格里 我没篮 我有地位能力 我有突破和传球 行不行呢 也行 所以本西蒙斯 他这个再差呢 他都能转型成一个这个 一个有字的明星级别内线 他能转型 有字的明星级别内线 所以你说未来这个 七五人队到底 以谁为舰队的真正核心呢 恩彼得呀 当下这个恩彼得 伤情太不乐观 对不对 屡屡出现伤病 你这体格太差了 你从来也没好历史过 这个恩彼得呀 这些年一直是个要关的 你知道吗 你这老伤谁受得了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